打給我 馬路上趕上班的民眾 能來人往 雖然頂著35度 夜陽高照的炎熱天氣 來往的民眾 大多數還是緊緊戴著口罩 不過已經有人 選擇不戴口罩 走到比較空曠的地方 就是比較不悶就會不戴 但是公共交通還是會戴 就是會比較放心 就是覺得現在防疫 就是做得還不錯 是在密集的地方 我覺得還是最好戴口罩 所以我還是隨隨機戴口罩 走在路上還能保持社交距離 不過早餐店卻是滿滿的民眾 連梅花座也沒有 難道不怕疫情捲土重來 我覺得大家還是會很樂意內用 只是說會有隔開的距離 有民眾比較敢出來用餐 有變多一些 6月7日全台防疫大松綁後 民眾防疫心態明顯鬆懈不少 但是6月13日 高雄發生學校15人群聚感染 北京及日本出現二度感染的疫情 也成為網友關注的焦點 佔所有討論度的10.07% 排行第一 畢竟中國離台灣很近 那網友當然也是會特別去關心 所以這件事情 然後再加上昨天 其實我們又沒有零確診 所以讓大家對疫情這個東西 沒有整個降溫 大家還是有互相打擊說 不要鬆懈 繼續戴口罩 因為還是有人從國外回來 台灣人民的自主性非常高 因為之前有SARS的經驗 所以其實大家戴口罩 已經變成是一個 防疫戴口罩 已經是變成一個習慣了 雖然民眾嘴巴說不敢鬆懈 但是戴口罩 勤洗手的習慣 卻是慢慢減少 大鬆綁後 如何讓民眾心態重新上景發調 將是下一波的防疫重點 環宇新聞王家姐 林凱倫 台北報導